剛才口癢了 找了當日在Donkey買的這包期間限定的薯片 它是什麼呀? Truffle & Black Peppa 黑胡椒 松露味 不知道是什麼味道 開來看看 我明白為什麼它有隻狗了 因為電視機經常拍攝 那些人是會找一些狗去那些松林掘這些黑松露 牠們的鼻子很靈 就是找牠們來掘那些東西很快手地掘出來的 所以我突然看得明白了 我那天看了沒有留意這隻狗 但突然間正說 因為看到牠這樣所以我就想起了 牠真的在掘那些松露 我覺得很搞笑 我現在開來試試看 開了 我又吃邪惡的東西了 這個邪惡的東西 它是波浪型的薯片來的 試一試 其實我只吃到鹹味 我連黑椒味都不覺得 即是不要說有什麼菇味 哦 我知道了 剛剛一放進去的時候 還沒咬到最後的時候 感覺到真的有一點點 好像真的有一點點菇味 即是菇味的感覺 但是你說如果是黑椒呢 真的不覺得 我再試一塊 希望又再試真點的味道 不會太大塊 這個 弄我小一點點 其實是很輕微很輕微的菇味 小小 初頭的時候 之後其實一路吃都只有鹹味 好像在吃鹽味的薯片 也挺好吃的 因為是鹹味的 松露狗 這顆松露 黑色圓形一顆東西 然後呢 它企圖是說黑椒 但真的不覺得 但是那隻狗有沒有那麼強呢 一身肌肉 就是找蟲蟲找到一身肌肉 很厲害的樣子 不過我經常覺得他們好像很慘 這麼珍貴的食物 他們掘到出來 但又要被人類拿了 不是真的自己吃 可能他們吃了一點都不知道 不過通常牽著那個人 都會馬上搶走 因為要靠他們來找這些珍貴的東西拿去賣 希望那些人真的會對這些狗非常好 請他們吃一頓好東西 我這樣想 應該也會的 不然牠哪會肯幫你掘這些東西 沒錯 一邊吃下去就越來越覺得有股菇味 但是呢 黑椒 可能就是看到面上的黑色一點點 吃不出 好 今天的分享又來到這裡 今天就是本來的朋友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嗎 按讚 按讚 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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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 訂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